對於年紀的焦慮會比較比這個尺度上還是新的面孔出來 你幾歲 我30 祖雄35都不太焦慮了 Enjoy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嗎 歡迎收聽這一集的哇靠有事嗎 以及在YouTube上面收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小冒 我是阿平 不好意思啊 因為疫情又開始比較嚴重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戴著口罩來錄影 反正大家不是想要看我們兩個 對但主角他也戴著口罩啦 所以我們就不能請他脫口罩 等一會就請他把衣服拉下來 好來歡迎冠宇Aden 哈囉大家好我是Aden 這次是第二次來我們節目 對啊又來了 好快喔 其實蠻快速的 對啊 甚至最密集的人吧 對啊就剛好工作一個接一個 來過我們節目兩次的人 一個是江洪杰 但是他是第一季跟第二季 然後你是都在第一季很密集的來 謝謝你沒有找我來 因為你這個寫真書尺度真的蠻有多 很大喔 真的是豁出去了耶 到你的豁出去了程度是 我有嚇一跳 不是就是比我平常自己社群 還有比我第一本的健身寫真書來說 這一本真的是 以藝人的角度來看真的尺度蠻大的 這幾年來說 對 因為你的封面就是只有一個毛巾蓋住 我要說一下就是 他因為一張照片 獲得了這個通告 我是因為某一張照片 謝謝哥 請他 我有看到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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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吧 我知道你就愛這種啊 對 你的辦公室同事已上線嗎 上線了 但是我今天是 你的 工人嗎 水電工 我今天是你的裝修工人 水電工很情色 最近有一些片子也是水電工的 對啊 也是蠻好看的 我個人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角色扮演 的確蠻可以增進一些情趣的 好會喔 這衣服要去哪裡找啊 這是剛好我一個朋友 他說 覺得很適合今天 因為我今天剛好簽書會 然後剛好可以就是 出去給人家一個surprise 就是你一開始先這樣嘛 然後要拍照就是拉下來 因為我覺得 因為寫真書的 簽書會一定會被cue啊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一套 好脫的衣服 嗯 很懂 很懂 那你拉下來的時候 大家就是 就是有一點小尖叫這樣 等一下那你 中間那個腰帶是要幹嘛 就是 它是讓我的身形比例比較好啊 要不然它會很直筒 那可以拆開嗎 拆得開嗎 拆得開啊 不相信看一下 你要拆開看 好啦 那那個拉鍊可以拉到哪裡啊 可以拉到我內褲 但是我內褲今天穿得不好看 哇 可以吧 他好有誠意喔 我都出寫真書了就 不要害羞了 可以很讚 個人很讚賞這樣子的行為 好 請Adam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總共有多少款造型啊 這多少款喔 其實可能有將近快十個 氛圍跟面相 有辦公室同事 對 這本主要 如果你不看它的排版的話 嗯 其實這是一個有 背後是有故事性的啦 就是 呃 因為我一年多前有經歷過一個低潮嗎 欸我可以講這些很沉重的東西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今天是點燈路線 他說的 那個低潮等一下 我們先把肉的部分先講 好 主要就是在講一個追求自由的過程啊 那如果你不看排版的話 其實第一個主要就是辦公室西裝 然後你想要掙脫那些束縛 所以你會有一些很不耐煩的 然後掙脫那個領帶啊 西裝外套的一些畫面 然後 回到你自己 回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就是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讓自己開心 嗯 那個過程 嗯 那哪一套是表示是讓自己開心 就是 曬衣服啊 然後在家裡 投籃 空氣籃球啊 或者是 游泳池啊 就是我喜歡運動啊 的這些事情 所以你是一個居家的人 曬衣服 還有煮菜 你會煮菜 我會煮菜 但那個煮菜的有一張很猛 你說露屁股的那個 就是啊 水蜜桃在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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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屁股很圓欸 那陣子就是很積極在深蹲 非常漂亮的線條 對 一號哥哥會喜歡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有比較喜歡哪個樣子的自己 這本書的話 我最喜歡是游泳池旁邊的這一張 喔 這一張 因為我覺得很放鬆 在那個下午的氛圍 嗯 然後眼睛閉上享受當下的那個 很喜歡 但你游泳的時候也會穿白色三角小泳褲 會欸 喔 真假的 對啊 欸你知道白色泳褲很gay嗎 哈哈 我大部分會穿四角 但白色的有時候會 喔 大部分的直男不太穿白色泳褲 對 那你這樣去游泳不就是 會一直被 被看 我剛好去的時間都沒有什麼人欸 還是我沒有 我的那個雷達不強 他就是一直要一直被看啊 哈哈 沒有 你是成雍伯伯嗎 不是欸我都 午後吧 喔下午的時候 欸我很喜歡一張 幹嘛啊 我覺得好可愛喔這個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他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Adan是一個比較酷的男生 嗯 但他其實在寫真書裡面 也有cue的樣子 有 那你私下有可愛的一面嗎 有啊其實有 會 會撒嬌的那種 我 如果 跟另一半的話 其實我還蠻會撒嬌的欸 蛤 例如 怎麼使 就 嗯 就是會 會奶音啊 你會奶音 會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 可以學一下嗎 假設你 現在想要盧我們去看電影 嗯 Baby你要看什麼啦 走啦我帶你去啦 就是比較 喔 再可能再更軟一點 哈哈哈哈 OK現在會害羞就對了 對 喔所以你是會灑奶的人 我會欸 那 你在 感情裡面 是比較 霸道一點的 還是比較 小奶狗就是 我是那種 中犬型的 中犬 對 就是我 專情的 對 然後我蠻 會付出的那個人 嗯 對 天蠍喜歡到 的話 好像都是這樣 天蠍好像是比較一個 我一直覺得天蠍座很神秘 但是你們是不是 看 有把握才會主動出擊的那種 真的欸 我真的是這樣 如果覺得對方好像沒有什麼 來電 可能我就不會再 在蜜他了 哈哈哈哈 好 你剛剛一開始有講說 就是這本書的誠意很大 然後 對 尺度很大嗎 其實我覺得 從我的角度看 呃 像封面這個 嗯 全裸 然後有毛巾蓋住 老實說我會覺得說 嗯 對 他就是脫光了 但 你其實也什麼都看不到 嗯 我反而覺得就是 有一款 穿著白色 的 內衣內褲在洗澡 那個 請問那個 哈哈哈哈 好害羞喔 這要怎麼問啊 這個你頻道能 就是那個肉色 是真的肉嗎 是真的欸 你沒有想說要戴 因為有一些褲子 是可以有一個套套 把它套住的嗎 會 會 會不自然啊 喔 可是因為真的很透 你有想過這個效果會長這樣 就是 看過 照片成品之後 發現 欸應該是可以啦 就 好啦放了 嘿嘿嘿 不會害羞嗎 欸其實當下會 這個很厲害欸 會害羞 就是印象比較深刻是 他們要拍一個尺度比較大的時候 是在圍裙那一刻前 好然後我在那邊做福利挺身 在什麼那一刻前 就是拍圍裙 喔圍裙 對我最大尺度 我們是先從圍裙那一卡拍 喔 那一卡就只有穿圍裙 然後前面都沒穿嘛 所以你可能旁邊有那個 我剛剛這個很可愛的 其實裡面是沒穿的 對 哇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那個工作人員七八個嘛 他在那邊竊竊的思語說 欸等一下 走光了 不是 他們怕我到底放不放的開 會不會擔心說走光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在那邊做福利挺身嘛 做一做我就跪在那邊 我就突然 先給他們看 你先給他們看 就是 鬧他們啦 然後他們全部都嚇到 工作人員也有女生嘛 他們就 然後 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看到 就很快一秒 但是 我這麼做就是告訴他們 就說你們不要在那邊 擔心我 因為我今天真的是準備好了 嗯 但是 對啦 然後可是後來就是 工作就很順利 這樣 對 但你事先有做很多心理準備嗎 就是 有想好這一次就是想要 就是 把那個包袱拿掉 嗯 要不然輸賣不出去嘛 哈哈哈哈 不會不會 不會誠實啊 柏克來還跟 陳敏雙說第一名 對啊對啊 很難賣不出去吧 還好還好還好 對因為現在 這個市場競爭也蠻大 對我發現 就你們節目也好多寫真 對我們就是 有跟寫真男星揮手 歡迎來喔 哈哈哈哈 對啊就好多 最近好多喔 嗯 像我的那個之前的師兄 祖雄也是 對 他尺度也很大 對啊 受訪的尺度也很大 真的 嗯 但你自己有在緊張這件事喔 就是 尺度嗎 很多人都出書 很怕被比下去 其實我反而 比較擔心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年紀吧 對於年紀的焦慮 會比較 比這個尺度上 還是 新的面孔出來 你幾歲 我30 我30 祖雄35都不太焦慮了 對自己還是有信心啦 但是那個 時間一直走 你就會發現說 自己到底 現在這個階段的成就 到底 夠不夠 就是會對於那種 擔心 嗯 比較多一點 你上來台北幾年 五年 那當初 是為什麼會決定 讓你來 北上發展呢 呃 就是想說 青春不留白欸 講真的是這樣 想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嘉義有 健身事業 嗯 然後剛好 你是開健身房喔 我那時候有 跟幾個朋友一起啦 然後 剛好驗人物拍完我之後 有照片上傳了嘛 嗯 開始有經紀公司找我 嗯 那我想說欸 這一家好像還還不錯 感覺不是騙人的 嗯 那我就 衝動之下就簽了約 然後上來台北發展嘛 嗯 那我一開始的目的是想說 我可以 來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來幫助我嘉義的健身事業 嗯 說不定我的健身房會很紅啊 藉由我的名氣 嗯 來提升健身房的收入什麼的 一開始是這樣 嗯 可是後來就發現欸 演戲什麼的 還蠻有興趣的這樣 才慢慢的一步步走到這裡 雖然這個跟演戲沒有關係 哈哈哈哈 這某種程度也是 就是表情 對啊 對還有那個氛圍 心理建設 但當初拍的那個照片 你有想過會 有這麼多戰術 或是突然間有這麼多法 沒有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真的也是 到現在也是覺得 其實完成了當初五年前 沒有想到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 拍了一些戲 然後出了一些 出了兩本書 嗯 對啊 那 對 一開始 就是你決定要上來的時候 你有跟爸媽先溝通一下嗎 呃 就說 欸媽我明天要上台北 哈哈 他可能以為你要去台北玩吧 我們家的溝通是這樣啦 他也不太 他就是支持你 反正你就是跟他講 嗯 就對了 至少有講 然後他 他也算支持啊 就說好了自己小心 那可能重點是 我也沒有跟他拿錢嘛 所以說好了你就去嘛 哈哈哈哈 但你本來在嘉義 你除了開健身房之外 你還有做什麼工作嗎 沒有我是全職教練 嗯 所以那時候 夜人物他會密我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沒有社群啊 嗯 我也沒有粉絲專頁 也沒有IG 我做個人的 嗯 然後也沒什麼照片 醜醜的照片 他突然密我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他的作品集 欸還蠻有質感的 嗯 然後我就 大致客運 從嘉義上台北 嗯 我四個小時 拍了照 然後就到現在這樣 那你決定在台北留下來 你一定是有你的 對於這個未來的期許 你本來希望你的目標是什麼 嗯 我可能會想要 你說實際的目標 我當然是想要賺錢 我想要買房子 嗯 但你說比較 是自我實現的部分 我可能會想要 拍到一部很好的電影 嗯 對啊 是這樣子 因為會買房子 是因為我 我媽沒有房子 嗯 她當老師一輩子 然後到退休 但是她沒有房子 嗯 我還是會想要幫媽媽圓一個夢啊 很想問你的一個問題是 你本來是健身教練 對 然後你開始拍照 但是讓你決定 上來台北發展是 你碰到了一個經紀人 要幫你往演戲的方向推 可是你怎麼會想說你要演戲這件事 唱歌試過 嗯 主持 就覺得自己不適合 嗯 因為你們可能 天蝎座的 就覺得 因為可能 上一次來日光術影 你們可能覺得我很 悶 對你話比較少 對 因為我不是在 我不是 我不是在 同儕之間我會 容易跳出來 表現自己的人 嗯 我反而是比較觀察 然後你突然問我問題 你問我什麼 就是那種 對啊 天蝎座就是 就是人眼旁觀人家 嗯 我剛剛有沒有講人旁觀 哈哈哈哈 對 然後都試過嘛 後來發現演戲 欸還蠻有興趣的 嗯 對 才開始慢慢的 往那個方向走 好 可是感覺你的戲劇之路也是 跌跌撞撞 對啊 還在努力的過程中 對啊對啊 嗯 你還有去大陸發展過 喔有 就是剛 剛上來的時候 嗯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嘛 然後我的前 前經紀人就帶我去大陸 然後 印象很深刻是 我去大陸那時候狀態很差 就是我那時候 很緊張 很焦慮 怕表現不好 然後 怕那個台詞講得不好 因為他們好自證腔圓喔 嗯 然後人生地不熟的嘛 就是各方面的心理壓力 導致我那個表現 真的是 那個劇組他們說差點幫我換腳 經紀人跟我講的 嗯 可是後來就是 還好他們還是願意用我 然後 最後完成作品這樣 當然就是印象很深刻 是差點被換腳這件事情就是很 印象很深刻 然後提醒自己 一定之後一定要 好好的準備 嗯 是演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他是演一個 跟我反差很大 他是演一個博士耶 他是比較歷練 然後比較 嗯 嗯 我什麼都還在摸索的時候 就被突然叫去大陸 然後 然後我經紀人幫我辦的所有的什麼 那邊的APP 嗯 很多的東西要辦 然後很多的東西要摸索 然後就 要演 馬上就要演欸 哇那個 心理壓力好大喔 你是去哪個城市 我那時候去很多 北京 敦煌 雲南 敦煌也去過欸 雲南 對 很漂亮 那敦煌雲南這種地方 上廁所應該 我在沙漠的時候是直接找一個坑洞 然後在 在那邊尿 只是跑很遠 然後找一個坑洞 對啊 好辛苦喔 嗯 大陸競爭又尤其激烈 對啊 但是那是一個真的是很好的經驗欸 所以你待了多久的時間 我待了好幾個月 好 那你還是演了一些作品 但大部分都是跟同志片有關對不對 欸 我也是有演過 但記憶深刻的 對啦 不知道為什麼欸 其實我真的也有演過跟女生談戀愛的角色啊 也是有 那你這些作品啊 家人會看嗎 會跟你討論嗎 討論不會 但是他們 就是有曾經問過我欸 你怕不怕被定型這樣 你家人會用這麼專業的詞 定型 定型 就是說可能演了太多同志題材 嗯 那我說還好啦 有個型被定也蠻好的啊 像有些人都沒有型可以被定 媽媽不會懷疑一下嗎 欸 欸其實我姐後來有跟我說 我媽懷疑我18歲之前 蛤 是 是不是 因為我好像19歲才教 女朋友讓媽媽知道 嗯 對啊 所以我姐那時候偷偷跑來問我說 欸媽媽懷疑你 你到底是不是啊 那你總是要有跡象 媽媽才會懷疑你啊 因為可能她覺得我沒有帶女朋友回去 而且我那時候是很專心在練球欸 喔 我那時候真的對運動好好執著喔 就是我那時候夢想是想要當 直男選手 喔 然後我們就是 他是直男 哈哈哈哈 直男選手也是直男選手 沒有我們班都男的欸 哈哈哈哈 那就有一些滿受男生歡迎的 我們班都男的欸 那你以前的世界裡面 應該大部分都是屬於直男的世界 對啊 那你演了這麼多同志的戲 你是從什麼樣的機緣或者是接觸去理解 這一個環境這個文化 嗯 其實我上台北之前我的雷達真的很弱欸 喔 真的不太懂欸 同志的世界真的不太懂 嘉義真的是同志沙漠嗎 哈哈哈哈 嘉義在地人說嘉義是同志沙漠 我以前也覺得基隆是同志沙漠啊 我要跟你說出了台北哪裡都是同志沙漠 對 就是我雷達不強不知道啦 然後後來才發現喔 原來我那個朋友是欸 嗯 對啊 就是後來在台北才慢慢的理解到這個世界 可是像你拍《紅樓夢》 嗯 裡面有三批的戲只是沒有演出來嘛對不對 有一些愛撫然後準備要怎麼樣的時候我去關門 嗯 對 然後他那場戲是有用一些藥物的 喔對我那一 就是《紅樓夢》雖然我是客串 可是我那時候上了好多課喔 嗯 課藥的反應啊 就是你不同的藥有不同的反應 嗯 然後 澄清一下喔 這邊沒有講說同志等於課藥的意思喔 對對是剛好那個劇情 嗯 然後很多欸 各種負面的欸 都去學 嗯 對啊 因為你那個角色是比較負面的性格 比較 行為 愛玩 嗯 然後可是他白天是快遞啊 嗯 對 就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到了晚上就跑趴這樣 所以你有常常去被帶去同志夜店 觀摩 我那時候有 那時候剛好我同事就是 帶我去啊 嗯 帶我去那個AB 嗯 他好專業的 等一下 我有去過啦 但全世界要演同志的男性都要去AB觀摩欸 你有發現這件事嗎 但觀摩到底是要做什麼啊 不是觀摩啊 就是真的去玩 嗯 但我發現其實女生蠻多的 很多啊 對啊 而且女生那麼好自在喔 因為 因為Gay不會對他們有興趣啊 然後 就是大家那個環境是很歡樂的啊 對 對 蠻好玩的 但你去有被搭訕啊 有欸 就是 那時候剛出來嘛 很先 現在也很先 現在也 剛出來 有被搭訕欸 真的有 那 對方怎麼是齁 你還記得嗎 就可能 喔 因為剛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篇新聞稿是什麼 祖雄師弟 對 然後就 我記得印象深刻是 有一個人走到我旁邊 欸 你是不是那個 祖雄師弟啊 嗯 喔 對啊 你好你好 我記得那時候我就穿了一個白T 然後緊緊的 哈哈 真的很Gay 不是我剛上台北我就 喜歡簡單 喔 沒有而且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那好看的一定是 你說一定是Gay 我們心裡面都會覺得這樣子啊 你就會希望他是Gay嗎 喔 我不會啊 你不會嗎 然後你退下 我以前會 但我現在不會 我覺得一輩全世界的人 男生都吃不到最好 蛤 就是如果 我很喜歡的男性 他是Gay我會很失望 不能用失望啊 就是我就覺得 其他人都吃得到 好像好無聊喔 喔 就是要吃不到的人才有辦法 一直在那個樣子 你這個理論 好深喔 好深喔 好那演了一些跟同志有關的戲劇啊 電影 你也深受很多男同志朋友喜歡 那你自己現在覺得 異性戀男生跟同志的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心思欸 嗯 心思會反映在眼神欸 嗯 就是後來發現我對於我的這個同志的雷達 發現我是看眼睛欸 嗯 對 心思比較細膩 然後對於一些細節比較講求 眼睛眼神嗎 看對 飄啊飄這樣 我不太會講那種感覺 喔 我的觀察啦 對啊 那像你自己有同志的Gayme嗎 蠻多的 這麼好 就是好朋友蠻多的 嗯 對啊 像有一些細的需求我都會問他們 嗯 像那個日光輸影我就說欸 你你跟人家出櫃了沒啊 嗯 然後他們都會跟我聊 嗯 就是都是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OK 對啊 好 你剛剛有提到說 前陣子碰到了一個低潮 喔對啊 一年多前啊 那時候剛好疫情剛出來的時候 嗯 全世界都在 比較負面的狀態嘛 嗯 那個新聞媒體又 常常報導一些名人去世 再加上我的一些親人也去世 所以我就 我後來發現我是一個容易被影響到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一點吃不太下 然後也 我最喜歡的事情是運動啊 嗯 那時候也變得不愛運動 嗯 整個人變得很瘦 然後就是很負面 在那個循環裡面 所以我那時候被困住 嗯 那剛好 出版社找我聊說 要不要出第二本書 嗯 我想說是一個契機啦 就是讓自己 自己動起來 在那個工作的狀態 你可能不會想太多 嗯 然後你也可以藉由寫真 來好好的 控制自己的身體跟飲食 嗯 那後來就是 準備了大概好幾個月之後 結果去年年中 疫情又爆發 嗯 那那時候我反而是變成很胖 我在家裡面就一直吃東西啊 然後居家訓練 你可以讓自己胖喔 你可以忍受 我其實是愛吃的人欸 嗯 我吃宵夜啊 然後什麼 鹹酥雞都會 嗯 然後那時候變很胖之後 也是一個小低潮啦 然後後來 倒真正 確定 哈哈 什麼啦 我覺得他的邏輯也蠻特別的 就是 就是這樣啦 我是一個曲線啦 就是 對啊 說不定這本書出完之後 我就 沒有啦開玩笑了 就是 你會一直維持在上面 就是 去年年中 然後變胖 到最後慢慢緩解之後 疫情緩解之後 我就 確定拍攝日期之後呢 我就開始 積極的訓練嘛 然後飲食 嗯 然後到 因為我這本書參與 這什麼時候拍的 呃 2021年9月 對 就是疫情緩解之後 嗯 因為我參與了所有的過程嘛 嗯 找場地 服裝 裝法 然後 時間的安排啊 然後我還要訂餐啊 還要訂飲料啊 什麼的就是 全包了 你為什麼需要參與這麼多 因為我沒有經紀公司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訂餐訂飲料可以請別人幫忙嗎 我沒有 太多的預算去 因為大家都是有一個專業在的 我不可能叫說 欸那個服裝師你可以幫我訂飲料嗎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對 嗯 對啊我還是自己來吧 你自己找場地 你找場地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很痛苦嗎 超痛苦 但是說真的這本作品出來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嗯 都是自己想要呈現的效果 嗯 你就會很感動欸 真的 就好像自己的小孩出生一樣 欸那我想問你這幾年在台北的生活 是 你的收入是好的嗎 我前一兩年很差啊 我還跟我經紀公司借錢啊 前一兩年是剛上來的前一兩年 對 還是今年往回推 不是不是 就是剛上台北的前一兩年 嗯 沒有什麼收入啊 差到是多差 就是我要跟我經紀公司老闆借錢啊 預支 每個月預支我的生活費啊 嗯 然後之後如果有工作再扣啊 嗯 那你那時候應該會很省 我那時候很省 我那時候是問他說 欸老闆你要不要借我 如果你不借我 我就回南部了 嗯 因為我活不下去了 嗯 我就當教練了 嗯 對還好他借我才有辦法走到現在 OK 那後來過了前一兩年 接下來就順順了嗎 就收入上是比較好 嗯 主要來源是業配 對 我現在其實變得有一點蠻斜槓的咧 就是 除了演戲以外 然後 我雖然沒有在上健身教練課 但是我的那個健身教練形象還在 所以會出席一些健身的活動 然後有一些健身相關的 或者是 男性相關的 職人的身份去出席這些活動 對 或者是業配 跟我比較類似的產品 會叫我業配 嗯 對 然後中間也是有拍一些廣告 戲劇 活動 對 變得比較斜槓 OK 所以你生活上是OK的 對啊 好啦我們怕你吃不飽啦 怎麼樣你要吃不飽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可以餵他 謝謝兩位 好 那我想要倒回去一點 就是 你前一兩年你的省是到多省 嗯 多省喔 其實我對吃比較難省 我真的是 我對吃就是一個月至少要一萬 這是很基本 吃要吃到一萬很快喔 一天三百 很少啊 就 一天一三百 如果一餐一百 一餐一百很少耶 然後 對啊 我覺得有關於吃多少錢這件事情啊 是因為大家平常真的都沒有在 計算 對 其實很可怕 那時候就比較敏感啦 所以就會知道數字 大概多少多少 然後我那時候也變得比較不常回家嘛 因為 怕回家說 怕太常回家他們會以為說你很閒 然後高鐵又貴 你可以搭客運 太累了 可是我就想說好像留在台北好了 對啊 那媽媽沒有問過你前一兩年的時候說 欸 需不需要寄一點錢給你 會啊 爸媽都會問 我當然都說 沒關係 都還好都OK 目前都還好 所以你吃很難省 那你要省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有耶 就比如說製裝的話 比如說有些工作需要衣服都會找朋友啊 或者是去買啊 買一買再推啊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 有關於拍 比較性感的寫真集這件事情 其實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你可以 都可以有兩種角度的思考 一種是 我的體態很好 比較負面的講法就是賣肉 嗯 你會不會面對家人的時候 或者是親戚朋友的時候 必須要面對這樣子的 那種尷尬 嗯 我今天很多親人來耶 嗯 我今天很多親朋友 就是有一些台北的親戚 我的表哥表姐 嗯 有來 他們有來 就表示他們是覺得 欸 這很好啊 沒什麼嘛 嗯 這是一個寫真集啊 嗯 又不是想出就出的 這是一個可以 可以驕傲的事情吧 嗯 但是我反而是覺得是對網友吧 怕會有一些比較 酸民 就像你說的 就是賣肉啊什麼什麼 那還好是沒有聽到啦 但是我會怕嘛 你會怕 對啊 因為比如說日光樹影 導演好不容易才幫我穿回來嘛 然後我現在 對 但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不要太設限自己吧 我覺得 這個時代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嗯 以前傳統的藝人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包含可能這個尺度那麼大 嗯 對 因為哥你 做那麼久一定也知道啊 嗯 對啊 很會趁機開槍喔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我個人認為 就是出寫真 或者是 甚至在IG上面 一直拍一些比較裸落的照片 我都覺得 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是我的很棒的事情是因為 他們練了這麼久 嗯 然後這其實都是他們 今年累月的累積 嗯 因為我以前也會想說 幹 幹嘛動不動都要脫衣服 嗯 可是我又想說不對啊 他們每天那麼一件事好像練了半死 啊不就是這一刻嗎 30歲不脫 60歲才脫嗎 欸 我就是最近就覺得對時間非常敏感 嗯 時間一過了 三十五四十 你那時候再來嗎 嗯 嗯 然後又覺得說 我現在就是真的需要曝光啊 不管是任何形式 嗯 我還沒有到說我可以選擇 嗯 而且我覺得這次作品真的是有質感 而不是只有大面積的肉 嗯 嗯 然後又覺得我需要收入嘛 嗯 講白一點我需要收入 所以我需要曝光 嗯 我需要偶爾常常發照片 嗯 有了照片就會有人看到 嗯 有人看到就有廠商會找我 嗯 這是一個正向循環 沒錯 嗯 我的 我的 好我懂你的說法非常非常的寫實 就是很真實你的心情 對啊 OK好 是吧是吧 我們現在快問快答一下 快問快答那個系列對不對 來喔 請說出自己的三個優點 燜燒 第一個 好難喔 有什麼優點啊 呃 不太有心機 喜歡運動 那如果你沒有 等一下 燜燒為什麼會是優點啊 我覺得是欸 你有燜燒的特質 有 他有啊 嗯 像我第一次來跟你訪的時候 就比較悶的感覺 嗯 今天尺度大很多 很真實 謝謝 他感覺很可以開發啊 嗯 我的開發意思是說就是 我有那個開關 而且他 今天還沒有喝酒喔 哈哈哈 喝酒就哇 酒都買來了 什麼都講出來了 好第二題 第二題是 如果你沒有當 沒有出道 然後不當健身教練 你會做什麼事 職業 健身教練 真的就是回南部當健身教練 嗯 有沒有其他的選項 你沒有想過有其他選項嗎 我想要做生意吧 做生意喔 做產品出來然後賣 嗯 想要體會一下那種感覺是什麼 那感情上啊 你是霸道總裁 還是溫柔小奶狗 小奶狗 他剛剛有講 剛剛有問 那寫真書裡面 你最喜歡的造型是西裝 還是運動服加內褲加白襪 我喜歡泳池旁邊 穿白色泳褲的那一卡 嗯 因為比較健康 對有一張是撐在泳池旁邊 然後眼睛閉上的那一張 嗯 對 那我想要順著問 好 就是 因為我有看你IG有發一些比較動態的 嗯 油漆是不是 油漆我等一下要問 就是像這個 你在游泳池 你是要 是不是要撐住一個 對 要撐住 要哪裡要使力嗎 需要嗎 全身都要 因為他其實我腳是懸空的 嗯 對 我腳是懸空 所以我要撐在那邊 踩不到底啊 踩不到 然後我要讓我的這邊挺出來 然後讓我的表情 對 我就是看到你的影片就覺得 這一卡應該不是太輕鬆的 對 很累 那時候 那時候水又冷 嗯 而且早上已經拍了一整天 這幾月拍的 9月 水又冷是幾度 欸 十幾度吧 那會縮起來欸 那是在陽明山上 怎麼樣 我是炒熱一下氣氛啊 然後那個 對你剛剛提到的油漆 有看到你一直被 油漆顏色 被顏色 但洗很久對不對 洗很久 那是當下的一個 他們突然就覺得 欸好像可以玩玩看 嗯 其實我蠻喜歡的欸 就來啦 然後 可是後來很多網友說 其實有更好的選擇 不用再 那麼麻煩的洗 那麼麻煩的那邊摳 但當下應該來不及了啦 對啊 就是趕著拍 嗯 你下次就要拍這種了 就應該說 你預購多少本的話 就可以 去幫你把油漆洗掉 哈哈哈 你一說出手幫他把它撥掉 摳掉這樣 好下一題 下一題是什麼 看一下喔 下一題是 禿頭但很有錢 然後另外一個是 醜但下面30公分 二拳一 三十公分也太大了吧 禿頭有錢 喔 有錢我可以去 裝 指法 喔對耶 下面也可以變大 呵呵呵 對真的 對啊 禿頭有錢跟什麼 但下面30公分喔 30公分太大了 哈哈 沒有人問你接不接受好不好 好 我的就比較不健康一點 如果有一天 黃冠志要跟你告白 想要跟你在一起 你會怎麼反應 我會嚇到吧 嗯 我想說哇 你這麼會演喔 哈哈哈哈 這麼會演 你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真的是拍迷你鳥 已經是兩年多前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神 他真的是很 很曖昧 嗯 我真的以為他是 你們上次就互相說對方 以為對方是 可是後來相處發現不是啊 嗯 我覺得不是 還是他 如果他真的跟我告白 我真的會嚇到 那可以繼續做朋友嗎 當然可以啊 OK 可以 那會考慮接受嗎 哇 哈哈 不是很會有問題 不是 現在不會吧 哈哈哈哈 冷靜一下 我覺得這種是不能勉強的 冷靜一下 沒有啊 有一些只能 我覺得maybe有 哈哈哈哈 光譜光譜 對就是光譜論 沒錯沒錯 好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OK嘛 下一題 有一個富婆要買你一萬本書 但條件是你必須要去她家跟她吃飯 跟 有一個老頭 要買一萬本你的書 但條件是 你要送她一件你穿過的內褲 你選哪一個 送她內褲好了 那個後面那一個 嗯 比較簡單嘛 方便 給你 然後我就有了 哈哈哈哈 內褲蠻簡單的 可是會不會 好 我延伸問一題 就是你的IG應該會收到很多人 想要你的襪子或是內褲這種私訊吧 對啊通常不會毀欸 喔 還是 看價錢吧 哈哈哈哈 開玩笑 怪語不要這樣子 開玩笑啦 開玩笑 好 有機會跟女明星拍床戲 你希望她是誰 哇 誰啊 最近 最近沒有女明星是你的菜嗎 反而我想跟男生拍 哈哈 好那我們下一題給你男生 哈哈 有一個BLG想要請你當男主角 會有吻戲喔 但她的對手 是這兩位的其中一個 一個是沈玉琳 另外一個是鄧家華 你很賤欸 哈哈 呃 沈玉琳 哈哈哈哈 希望玉琳給我不要看到 她會生氣 我沒有幫她想像 拿她跟鄧家華比 我沒有幫她想像 哈哈 太不舒服了 好 運動完去洗澡 在更衣室 不小心玉琳掉下來 跟你錄完一整集的 哇靠有事嗎 才發現你的拉鍊都沒有拉 你會選哪一個 哇靠有事吧 拉鍊沒有拉沒關係喔 因為 這樣子那個點閱率才會好嘛 是不是 請 幫我們增加一點點閱率 請啦 請啦 放開欸 嗯 五號聊吧 嗯 他上次有點擔心 對 因為上次你就比較 拘謹 我就不是會 我就不是會跳出來 很 所以他有一支獨秀 不能夠有搭檔 不是啦 你就會縮在後面 可能 可能因為第一次我們碰過面 就比較熟啦 然後這一次就可以 侃侃兒談 就比較悶燒啦 所以他某種可能應該也是怕生 因為如果 我也是那種怕生的人 嗯 就是如果我們兩個出門 然後你一定是比較 能夠跟大家聊天 我覺得很怕生喔 是嗎 是吧 相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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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言 還是說必須 你可能這次的題目 你都有先看過 你比較有個安心的底這樣 我覺得是比較熟欸 就真的比較熟 好 衝著這句話 期待他來第三次 欸 謝謝各位 好 最後再跟大家宣傳一下你的寫真書 好 我的首本寫真書 Aden 現在已經在各大網路還有實體店面都可以買得到 謝謝大家 欸這英文名字我現在才很注意看欸 他叫Be Your First Man 做你的第一個男人欸 這就是出館社在發想的時候 就是亞當嘛 亞當就是 對 是世界上第一個 原來是這樣 對 你要說 不然 我們在看節目的 都已經 怎麼樣 第一個男人不知道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情了 我大概是17歲的時候 好啦裡面真的很可愛啊 有很性感的 辦公室的造型 有這種 嗯 吸筍小指頭的 還有其他更厲害的 你們要自己去買書 不貴啦 大概 折價後395 對啊 四百塊以內可以買得到 好希望你的寫真集大賣 謝謝 希望你趕快再有新的作品 再來我們節目做宣傳 好 謝謝Aden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